刚才酒店没到两个月 广公路有局长过前回一九年就当着武汉危险 充滞在广公的行销和提供 尽管说亦已经专门成一乡的各行各样 但是广公提供感官是爱着 优怀优魄 能够让民众来到这里 他能够感受到台南给予的贴心 安心 跟无畏不治的服务 所以我们陆陆续续也跟很多的业者合作 比如说像餐饮的业者 我们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安心宣言 让这所有的旅客来到台南 他可以知道说 我们怎么样来提供一个安心的环境 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期间 你还是可以到餐厅安心的用餐 教授表示说因为亦已经关系 国际兰典没到入境高兴 中间的这个部队人会跟它变得开会的方式 分散到下来 这些经典也以外去民党拎掉 第一个的观光是正因为亦已经关系受影响 不过关锋叫同样是医疗界定的脚步来推动国行政时代价位 只是说每年土台南地区有大型的这个外党是不是会骨斑 关锋路叫表是说未来几个月会看到 夜情发展来滚动室做到减少 到底要不要来办 那办的规模要怎样来进行 这个会再跟各位媒体先进来做一个报告 那其他的部分也是要看疫情的整体的状况 我们都会做医疗的检讨跟调整 他红业要做观光行销也不能来提应过 政府表示说 对当地的合网困内实在安心 跟业家共同的用信仓定定红业传案 当时也跟业家来做担听到业家的心想严谊对策 各位拿管条付税优惠拿管条保障行动 蓝片新闻带一新的新的菜方法